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条最新的消息 中国前领导人华国锋今天去世 作为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继承人 华国锋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 华国锋因病8月20号在北京逝世 享年87岁 华国锋在短暂执政期间逮捕了 包括江青在内的所谓四人帮主要成员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但后来其领导地位被邓小平取代 美国与波兰今天签署了一项协议 同意将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部署在波兰 美国国务卿赖斯与波兰外交部长拉德克·希克尔斯基 在华沙签署了这项文件 一天前波兰的内阁正式核准了协议 按照协议 美国将在波兰境内部署10个导弹拦截装置 美国官员说 这个导弹防御体系其中还包括设在捷克共和国内的雷达系统 是为了保护欧洲不受流氓国家可能发动的攻击 俄罗斯官员说他们相信这个系统是针对俄罗斯的 布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上个星期说 俄罗斯与哥鲁基亚日前发生的冲突 使得美国同意布兰提出的加大军事合作的要求 北约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 强硬要求俄罗斯从哥鲁基亚撤军 不过哥鲁基亚当地的情势似乎已经趋于稳定 俄罗斯承诺在星期五之前撤出哥鲁基亚大部分地区 美国真一的电视报道 星期三上午俄罗斯开始从哥鲁基亚撤出一部分的军队 但双方在沿路设置检查哨卡 管制通往哥鲁基亚主要城市的交通 再从哥鲁基亚首都蒂比利斯到哥里的路上约20公里处 卡车司机等在路旁 等待获准通过哥鲁基亚警察所设置的检查站 这名土耳其的卡车司机表示 我们在这里已经被困了一个多星期了 我们希望俄罗斯的军队今天就可以离开 好让我们回到土耳其去 俄罗斯军队从星期二开始撤军的初步行动 一位当地的军民表示 我今天没有看到附近有俄罗斯的军队 目前看来这里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平静 不过也有一些蒂比利斯的军民认为 现在是哥鲁基亚对俄罗斯采取反击行动的时候了 这位军民表示 哥鲁基亚全国上下都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非常的担心 我们绝不会让俄罗斯欺负哥鲁基亚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我们绝不会让俄罗斯控制哥鲁基亚 克里姆林公表示 总统梅德维杰夫已经在电话中向法国总统萨尔科企保证 俄罗斯军队将会在星期五之前撤出大部分的哥鲁基亚地区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宣布辞职以后 巴基斯坦动荡的部落地区对穆沙拉夫的辞职做出正面反应 走私户市场的商人们说 曾经是军人的总统辞职应该对经济有利 希望新的总统能够帮助巴基斯坦摆脱经济的不景气 美国之音的报道 店铺老板阿赞罕阿富里迪是这个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部落的成员 他说在穆沙拉夫的统治之下当地的贸易受到了重创 穆沙拉夫的辞职并不是自愿的 他是被赶下台的 在他统治期间经济下滑 现在他辞职了 做生意的人希望一个民主的总统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 穆沙拉夫是受到美国支持的总统 由于受到国内反对党弹劾的压力 他星期一宣布结束自己的总统任职 根据巴基斯坦的宪法 议会必须在30天内选出新的总统 另外一名名叫做哈尼夫沙的当地居民 也对穆沙拉夫的统治抱持着同样的批评态度 他说 穆沙拉夫时代没有人感到愉快 整个国家都面临危机的境况 人们从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就能看出这个国家的危机 星期二 巴基斯坦执政联盟举行会议商讨新总统的人选 但是在是否恢复被穆沙拉夫解职的大法官问题上出现争执 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巴基斯坦人民一直在敦促政府 搁置政治争端 解决恐怖分子暴力问题和经济不景气 星期二 巴基斯坦一所意愿外又发生了一起爆炸 军队和激进分子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战斗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国际奥委会今天说 北京奥委会是目前为止奥运历史上转播规模最大的一次 创下了奥运史上最高的收视率 美国之音电报道 国际奥委会今天表示 共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通过累计5000多个小时的报道和转播 目睹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况 仅在中国就有估计多达8亿4000多万人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 世界其他国家的观众总数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据估计也可能高达1亿2000万人之多 拥有美国奥运转播权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表示 美国有4000万人目睹了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 夺得第8枚金牌的精彩场面 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拉米说 北京奥运会电视观众人数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